哈囉 大家好 我是Tim 今天呢 我想要評比五個 YouTuber最愛用的音樂素材庫 有缺點都會告訴大家 因為本身其實我是 念音樂相關的 考系在大學的時候 所以我想說 身為創作者可以來評比一下 接下來這五個的 音樂素材庫的品質啊等等的 然後我會從方便燒手的角度 然後收費價格 多樣性 音樂品質 跟實樣性來做評比這樣 然後今天要比的五個素材庫呢 是Muzibed Ever Toll Emmy Mic Sound Always 跟Pramium Beats 好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呢 是Muzibed 它呢 其實是最適合給 就是知名品牌啊 然後大品牌 其實很多的廣告都會用 這個音樂素材庫這樣 因為它的音樂品質很高 然後音樂也很好聽 我自己都蠻喜歡的 然後很多大品牌的廣告 都是用他們的音樂 然後像很多 我很喜歡很多的YouTuber 就是比較有質感的YouTuber 其實很多也都是用他們的品牌 就是素材庫材 然後它 它月餃的話訂閱一年是 就是如果訂閱一年 然後月餃是 29.99美金 對 然後年費的話是 329.89 當然買一首 可是它可以單買一首 單買一首的話是59美金 所以如果你要訂閱的話 我覺得還不如就是用月餃方式 然後訂閱一年 我覺得還比較 相對比較好爽一點 不然買單手其實還蠻貴的 對 所以它收費價格相對來說 比一般的還來的高 但是它品質還不錯 這樣 就算算蠻好的 如果以方便收手來說 它的話 5顆星的話 我會給它4顆星 對 就整體來說 就是如果你想要挑選 質感好一點的音樂 素材庫的話 那我覺得 你可以選MusicBed 對 只是它價格防禦 不是那麼好的 討喜 好 接下來呢 就是Evertone Evertone呢 其實它最適合 就是 需要很多素材 很多種類素材的人 因為它有就是 視覺收集類 或是音效 音樂 甚至字體 或是濾鏡都有 就很多種你想得到的 它都有這樣 對 所以它 多樣性很夠 但是它也有缺點 就是 缺點就是 它品質非常的沉思不齊 然後還有一個是 就是 很多的網路上那種 有點像直銷廣告啊那種 可能大多數都會用它 就是它們的素材庫這樣 所以我自己 越來越少用在Evertone 對 如果你想要多樣性的話 我覺得它是一個 很入門的選擇 就是你入門的話 我覺得可以用它 沒問題 但是如果 要相對來講 想要這種質感高一點 然後我覺得 可能不是那麼的推薦 然後月角的話 它是 每個月33美金 然後年角是 每個月16.5美金 所以相對來說 其實算是很便宜 對 所以以方便搜索來說 我會給它3顆星 然後收費價格 我會給它4顆星 多樣性 我會給它5顆星 然後音樂品質 我會給它2顆星 因為它真的很多樣性 但是它 品質真的是很層次不齊的 對 然後實用性的話 我會給它2顆星 好 接下來呢 就是很適合YouTuber用的 就是Aptom Mic Sound 對 它其實真的是很多YouTuber 都會用它 因為像我之前 待過YouTuber的公司 然後 就是創作者的公司 他們大多數以 都是用這個 素材褲 對 因為它其實有 音效 然後有音樂 然後它也是 踩訂閱制的這樣 對 它個人的話 就是你個人的話 它是 一個月12美金 然後 商業用途的話 是每個月25美金這樣 大概每個月700多塊這樣 就大概一般 就是一般素材褲的價格吧 但是我覺得它在 就是搜索方面 蠻不好用的 所以我自己其實很少很少用它 因為我覺得 用它很 就是要找一個很累 所以我每次都 這樣停下來 其實它 有些真的還是不錯 但是我覺得它 以搜索度來講 沒有那麼好 對 其實我們有時候要找一個 可能特定喜歡的 音樂的話 它其實 要一個一個點開來聽 我覺得沒有那麼適合 所以我方便搜索給它 是兩顆星 然後收費價格是三顆星 多樣性是兩顆星 然後音樂筆質的話是三顆星 然後最後實用性的話 也是三顆星這樣 接下來這個素材褲 是大家蠻常會提到的 然後它適合影像工作者 有就是包含YouTube 或者是商業類的 它還蠻多的 然後也被大家說 會蠻有質感的一個平台這樣 它就是R-list 然後它其實有放R-list R-grade 然後跟最近有個Max 它的音樂質感對我來說是尚可 就是比一般的來說 就是稍微中高一點點這樣 然後它其實搜索系統 是蠻直覺蠻便利的 真的還蠻方便的這樣 但它缺點就是 它每天我印象中 它最多只能下載40首歌 然後100個音效這樣 就它不是無限之下 它還是有限制這樣 然後它也沒辦法單手購名這樣 你一定要收訂閱制才行這樣 它個人的話是每個 年繳的話是每個月9.99美金 然後月繳的話就是每個月14.99 就是加進15美金這樣 然後這是個個人的話 不行用在商業作品中 如果你有商業需求的話 個人的話是每個月16.6美金 那它當然也有團隊方案 團隊方案的話就是 每個月28.2美金這樣 如果以方便收索來說的話 我會給它3顆星 然後時候費價格我覺得 還蠻合理的 所以我會給它4顆星 然後多樣性的話 我會給它3顆星 然後音樂品質我會給它4顆星 最後使用性的話 我會給它4顆星 好 接下來最後一個 它是很高品質的版權音樂 它就是PREMIUM BEATS 它PREMIUM BEATS 它PREMIUM BEATS呢 它其實 我看到它的優點是 它每一首歌就是 你可以把特殊軌 做抽零 假如你想要分軌 或是什麼都可以在 對 所以它 你的一首歌可以做客製化 所以它蠻方便的 客製化包含音樂長度 不同樂器的分軌 然後它也有很多的篩選方式 可以跟你選擇 例如說 曲風 心情 節拍 長度 然後你是否要人身 然後 樂器類型 之類的都可以這樣 對 然後它缺點就是價格很高很高 它標準授權一首歌 就是你不能用在商業發行上的話 是一首歌是49美金 然後 進階授權一首歌 就是你可以商業發行的話 是每一首 199美金 對 然後如果你是包套 就是一次五首的話 它就是每個月 就是你是包年 然後月付的話 是每個月 64.95美金這樣 就是價格非常高 對 但是它 就是它的便利性 它的就是 音樂的品質是真的很高 而且你可以做客製化 你可以針對音樂長度啊 樂器做客製化 所以如果你 因為其實很多大品牌的廣告 也會用這個素材庫 對 所以如果 是想要走很高品質的話 我覺得可以選這個 但是如果一般的創作的話 就看你的需求是什麼 對 一般創作其實是 不會運用到這些 的素材音樂啦 可能會 對大多數的創作者 會有負擔 對 好 接下來來評比一下 就是 方便收索的話 我會給它 5顆星 然後收費價格 我會給它 1顆星 因為真的太貴 然後 多樣性的話 我會給它 4顆星 然後 音樂品質的話 我會給它 5顆星 使用性也是5顆星 那如果要我自己來比的話 相對來說 自己來排名的話 我自己會 第一名會給MimsyBed 然後 第二名會給Premium Beats 第三個是Allis 第四個是 Evnode Max Sound 然後最後是Evto 好 那以上就是這次分享 那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說 你如果你是創作者的話 你平常是用什麼樣的素材酷 那也可以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好 那如果喜歡這集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粉絲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接著按讚粉 點讚